1950年初春的一个傍晚 一艘木船缓缓驶出重庆开往武汉 船上有一个人表情严肃又略带兴奋 他就是在重庆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郑荣 郑荣话剧演员 小木船三天到武汉 这小船里都坐一百多人 小木船 每天晚上得下这住旅馆 就是很小 这不都坐着 有两次差点没翻了 就让那船老大把大王给摇唬住了 一过轮船那船就摆动 还有那个路上听那枪声的那岛上土匪啊 下了接船 一开船 谢谢大家 我拥顾走 应 《安治吏的角落》 武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这么个认识关系 她在那会儿后台复杂所 李泰晨 这么日子就进了白铅人议了 当时啊 那会儿不像现在进局 三考五考 没有这个 那叫参加革命 只要没有大问题 人就欢迎 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正排演 歌剧《王贵李香香》 《王贵李香香》 我就跟着画点海报什么的 紧跟着就排着歌剧《长征》 就是李不肖编剧的 那么于是第一次演毛主席 就是露一面说一句话 这个《长征》呢 他们就请了焦军云来做导演 焦军云那会儿是 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 是教授 请他来排了《长征》之后 老舍先生回国以后 第二个剧本东西够写出来了 拿到北京市委 李不肖院长呢 就委托叶子 叶子因为认识焦军云嘛 带着这个剧本 叫《请焦军云来导演》 他就认真考虑了一下 权衡了一下 干这个 还是干这教授 教授比较自由舒服 他知道干这个 这里边有好多风险 好多矛盾 经过一夜考虑以后 他答应了 他就提出了 演员必须下去体验生活 那么 他来了排这个龙穴沟 谁也没想到 引起那么大的成功 所以这个小巧的话就对啊 一家伙 一夜之间嘛 老舍交集 我来不想到 那我来不想到 你真的尽力了 我来不想到 那个车的 要不想到 你 我来不想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思想问题 这两个系的作者叫刘昌浪 四川的大城就排 当时可洪都哪儿都排 学校都排的思想问题 都认为好像是进步的系统 都是按照解放 但是呢 思路不对 就是说站在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立场上 写工农兵演工农兵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演一个工农兵过关了 你的演戏路子就开了 你要这个光不过 你就老演特务斯文雅什么呢 就这样 能够成功塑造无产阶级形象的阵容 很快得到了很多的机会 1953年9月23日 全国第二次文艺工作者大会召开 号召戏剧工作者上演五四以来的优秀巨额 12月8日 北京仁义将雷宇正式列入1954年的排演计划 就让我演周普元 这是一部登天的事 我自个也没想到 但是因为演龙玉沟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拔起来了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一日之不言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夏春就拍我演了 这个戏的排练 下的功夫是很大 但是暴露的问题 也可以说集中在这个雷雨暴露了 体验生活的时间 比龙玉沟多一倍 但是体验完生活的演员不会动了 这是我很满菜的住间部导的 它就是整个的一套做法呀 就是造成一种 概念化公式化的表演 一个 从理解上 今天解放以后的排练 不能按解放以前那种排法 是不是 得新的观点呢 什么叫新的观点 阶级分析 你怎么还不去啊 上哪儿 用新的观点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揣摩角色 这给当时北京仁义的演员们 出了一道难题 我现在没有病 周朴源的扮演者郑荣 世平的扮演者朱麟 以及周平的扮演者于世之等 都对此头疼不已 排练时 演员之间的搭戏也充满了争论 你们为什么这样撞我 我没有病 告诉你 我没有病 周朴源当然就是 资产这边 资产这边顶头人 你像周平 你这不就是神经上 应该是周朴源的继承人 未来的周朴源 因此他的思想体系 都归在资产阶级方面了 于是就说 那么我爱这个樊怡 当初是真爱是假爱 我现在爱私奉 是真爱是假爱 你要是资产阶级 他不能可能宣扬他真爱啊 就是玩弄啊 他就陷入极大苦恼 所以那边 无产阶级那边的视频呢 朱林就老想不通 干嘛是要回来找周朴源呢 要我才不找呢 你这是闹的死产问题 早在解放前 重庆时期 就已经出路端倪的进步巨人 与非进步巨人之间的表演方法之争 也在这个时候暴露无敌 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啊 爸 我还听说 这次矿上 对于受伤的工人 不给一点主席接 没有人说 但是在剧团里拿我这样的 我感受的明显的很 当然你不问他那个进步 是真进步夹进步 一个标志手里拿着一本演员 这次我就想第一次了 就是说 进步的这一派演剧人认为 我们是演的是思想 旧式的演员是形式主义 卖一套演技 怎么读词啊 舞台上怎么首饰啊 耍这个 这是资产阶级的 我们得要思想深度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一下 劝你的母亲 爸爸 跪下 叫他跪下 第一代的民族资本家 刚起来 心情特别高 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资本家 有鲁大海了 感觉有威胁 又罢工的了 这些东西怎么样 他都是社会学的东西 拿来用套在艺术里边的人 具体的有学有柔的人 他本身就是个矛盾 这个思想 这个做法 造成了整个在五六十年代的演剧里边 受极大的影响 雷宇是一个很大的变形 1953年9月23日 全国第二次文艺工作者大会召开之后 北京仁义决定将雷宇正式列入 1954年的排演计划 于是话剧雷宇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排练 剧中的演员被指示 要对于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增加一条新的要求 从阶级立场上去分析角色 那时候因为没有电视 观众也比较老实 而且他不是说老实 大伙心意也都笨这么个心意 他都不是假的 说我也给官方看 我搞个阶级斗争 他心里觉得应该搞阶级斗争 现在新观念了吗 解放了吗 跟旧的观念不应该一样了吗 他是这么种思想 观众也有这么个思想 忍着劲看 我们最初能演四个小时 像郑天健 以前在北京就是专门组织业余剧社的 后来他在文化局工作了 解放以后 他是地下导员 他说看你们这个雷雨老想睡觉 扮演剧中资产阶级家长周浦源的郑荣 为此也非常苦恼 他扮演的角色让观众看着想要睡觉 对一个演员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无奈的他想到了雷雨的作者 此时已经成为了北京人艺院长的曹宇先生 曹宇呢 他原来他也不是作为阵营的 他是个艺术家 是不是 写剧本成功 你看他那个日出的那个拔里边有啊 陈黄梅 是左连的曾经批评过他写日出啊 写出了现象 没有写出来本质 他反驳 他说我不知道本质怎么写 我看生活这样的我就写这样的 解放以后他还干嘛 不是说敢不敢 他自己怀疑自己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一家我当院长了 入了党了 人大代表 周总理跟他同学要多方照顾 经常来找着谈话 他自己也觉得我思想没改得好啊 他敢坚持说我当初写内语不是让你们这么弄的 我是那么想的 他敢说这话吗 因此他一言不发 我们雷雨排好几个月 他不讲话 一言都不发的 他也弄不清楚 现在该怎么演 该怎么改 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呢 爸 刚才我就想见您 啊 什么事 我想明天离开家里到矿上去 这边公司的事你交得完了吗 差不多完了 我想请父亲给我点实在的事情做 我不想看看就完事 苦的是你成吗 可是这个戏脱脱受不了了 刚彩排吧 那是有一天演的第二幕 他跑到后排来了 我刚下场第二幕 他说快快快 受不了受不了 他说我那剧本里没有那么多东西 这是我印象就剩这么一次 别人他没发言 都不发言 冲儿 你看你母亲的气色 北京仁义的工作 一直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 在这次排练雷宇的过程中 许多中央领导都对戏的主题思想 人物关系等提出过很多见解 这也让话剧雷宇的演员们 在表演时 吐散上了更多需考虑的因素 那是 那是 相认那一场周普元 跟这个 时平呢 他台上 就搞阶级斗争了 俩人就争动相对了 完全是搞阶级斗争了 抓那些个演 你比如周普元吧 你到底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今天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谁叫你来的 今后 鲁家的人 不许再进周家的门 就像类似这些话吧 众远都搁在这儿 就是两人一场大 大都扔了 到六十年代 就这么演了 虽然如此 但话剧雷宇本身复杂的故事情节 还是让他在1954年6月30日 正式公演时 引起极大的轰动 随后 欧美及亚洲各国相继上演 或翻译出版雷宇 取得这样的成功之后 话剧雷宇就一直按照这种表演模式 保留了下来 在正容的记忆中 作者曹宇对于仁义版雷宇的意见 也只有一次 只要四奉愿意 我没什么 弟弟 不 我忽然发现 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奉 他敢发表一件 他弄不清楚 六几六十年代 他跟那个朱林谈一次话 这个朱林每次都说 他跟朱林这段谈话 搬着个小板凳 坐在朱林床前面跟朱林说 他说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初恋 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他就做朱林 朱林当时就老说 干嘛视频要找得下 要我才不去呢 他就跟他讲这个道理 1938年的一个秋天 天津马场道上一处看起来颇为富足的官邸阳台上 一个年方二八的美貌女子 偷偷地给站在楼下的一位少年丢出了一张纸条 这个幸福的少年 名字叫做正龙 看那画报上登他的封面 他有他名字 天津市名贵 大的照相馆上 登着他大照片 我就特别着迷 后来老的电影院遇见他 有一天 我回我家路过他家 在马场到一个小院 他在静院上台阶的时候 从我点了点头 我这么大喜热狂 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回信了 拿英文写的 高级信之 就说我爸爸死了我不能出来 我又高兴要写第二封信 我又跑那儿去 他们家叫大鹏了 大鹏办丧事 他在外边送客 我在马路这边 他在隔了那马路 他从我摇了摇头 第三封信 就是从今以后 再也不要跟我通信聊 就结束了 因为这是我年轻时候 经过一段事 所以印象特别深 加上美国电影的想象 就自个把它交织成一个 我在后方 上前线的时候 还想着将来胜利的 骑着白马回电影 在门口路过了 竟做这种梦 引起正荣对于这件 尘封多年往事的回忆 依然是话句雷语 对于周普元的塑造 郑容心里一直有些许遗憾 他始终感觉 舞台上的周普元 缺少真实感 在反复插摸角色的内心时 他回忆起了这件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三十年前 这个时候回天宁 我就想起来 你知道吗 我通过 慢慢辗转 我不是说在成都认识一个天宁 他在青岛 问他 他就告诉我天宁一个人 让我找天宁那个人 说跟他也是亲戚 也是个资本家 文革的时候扫地出门了 他刚帮我来去做天 我找到那这个人 他说你无论如何不能跟他见面 他生活得很惨 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阵容 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 懵懂少年时爱恋着的那个女孩 那年文革那会儿 刚过吧 说一个月五十块钱 你帮他吗 住还住在马城道 就是天宁很方便 但是是地下室 住了一届户 他说他的丈夫老疑心呢 动不动打他 他说你不能跟他见面 他说也太早就 三封信的事 他不知道认识多少人 早就忘了我是谁了 我说我送他两张席票 可以不 他说那可以 我找他姐姐转给他 不在医工演茶馆吗 哎 就给了他们两张席票 休息的时候我就从大部分来看 我看见他了 穿已经灰色了 布着那么一个短大衣 嘴里还嚼着吃了 他说那个 在那个 走道上走 也许是应了曹宇先生曾经说过的话 一个人的初恋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此时此景一下子就深深的触动了做演员的阵容 多年来 对于雷宇中周浦源 他又有了新的理解 他幼年的感情啊 很多是自己脑子的幻想 加上他 越编织越编织 那就幻想成一个白雪公主了 他见面 老年这个时候见面 面对一个平昏的老妇人 他搭不上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难说我是还爱他 不爱他 他不是这么个观想 由于他遭遇不好 有同情心 但是那个爱的那个 那部分幻想 已经就不存在了 解透了周浦源这个人物的思想背景和真实情感 郑荣终于在1979年重排冷雨时 按照自己的理解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周浦源 我们可以先不必哭哭啼啼的 文艺不能拿那个政治的东西来死扣 那样出不来文艺 因此那会出了这么多戏 现在留起来都不多 仁义为什么 当然现在也有人主张仁义应该关门了 对仁义意见很大了 仁义在群众里还留有 比较深的印象 为什么 如今的郑荣年过八旬 疾病的困扰 让他已多年无法支起腰来 但他依然把自己的经历 放在话剧表演的研究上 百年话剧之际 他书面报告三问曹宇院长 发出忧心探位 观众在中国话剧事业中 居合地位 话剧舞台以人为主 还是以物为主 现实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七六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百分之一点零九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